請問這把火要燒多久啊? 很久很久 所以如果你們有用過案例有沒有 做Forever 永遠啊 要燒永遠的嗎? 我怎麼不知道要燒多久 第二個 看起來好像每把火都不一樣 發現實際上是同一把火 對啊 火氣不要那麼大 一把就好了 因為你如果做了很多火進去 反正會不會變大 假如有很多個的話 總是不同的 實際上會變大 但是我實際上是同一個 只是讓它很多 但進去不一樣而已 所以利用這個幫助呢 這裡你還有看到一個情形 有沒有答應火都只要拿你燒 我們有一個追射片的上面 對不對 我要看它某個彈有文章上是不是講說追射片嗎 所以一樣的答應 那這個呢 檔案 就在我們的 這裡面 有一個叫做火營 有看到了嗎?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這個是做完的,然後這是完全檔 這個火焰就是我們用的那個燈號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檔案打開,等下我們重做一次 大家都把檔案打開之後,你大概看到這樣子 你看,我也是用了四個圖寸來做 被一個字的字架做住 那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先要從最下面那個火焰開始 這個火焰 這個 我們要從這裡開始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看起來像是五個不一樣的 人啊 看起來像是五個不一樣的火,但實際上是同樣的 所以我們自己來做它,它是新的 你要用三個都不反對,都沒關係 好,聽到之後呢,因為你要做火焰連結像背景就黑色的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把背景連結在哪裏,在修改裡面的文件 我看到了哈 底下,打成黑色了 OK 那麼,現在呢 那把火,我們已經知道火要不斷的殺 所以,請你先插入一個元件 要不斷的產生斷換 不受時間的影響 請問要哪一種類型呢 是不是影片騰斷 對不對 哦,對 這個叫影片騰斷 好 好 要把它確定 所以好像是進到這個火用裡面了 火用裡面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那個檔案 我們那個火用 事實上是個需要作檔 需要作檔 需要作事實上就是一張一張一張 拼湊出來的 好,斑話 它的斑話也是進化的 好 那你可以發現檔案不大 那我們這團這邊,檔案裡面的匯入 就直接匯入到現在這個舞台 他覺得這個舞台是指你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影片騰斷裡面 所以我就是匯到影片騰斷裡面的舞台 好 好 好 座入 五台 現在啞蛋嗎 座一個 座一個嗎 座入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這個火用 總共是大概三十幾張完成的 有沒有 像這樣子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右手邊 有沒有 都點證筒出來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檔案裡面看 座入座好像是一個什麼 只有一個檔案 可是實際上 他進到追求之後 他會打他所有的每一個影格都把它拆成一個圖片 打拆成一個圖片 但是這樣看起來比較爛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用資料夾整理一下 怎麼用資料夾 你看下面 有沒有一個信證資料夾 嗯 這個呢 我就可以把它命名一下 不過呢 這要注意一下 我這邊有沒有一個名叫火用呢 你不能 你不能 雖然類型不談 但是名稱不能相談 好 所以比如說 這個叫火用的資料夾 好 現在我就把這些 你可以像 像檔案總管一樣 把它全部選起來 還有上面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把它丟進來就好了 但是比較乾淨整齊一點 比較不會做那麼亂 那所以你就看到有一個火 展來像這樣子 可以嗎 沒問題 所以我們真正 現在呢 現在就有一個火出來了 等一下呢 我們要產生第二個第三個 好 我把畫面就先檔點 這個 這個就好了 我們就要先回到外面 場景了 外面場景 在目前 還是沒有什麼 還是沒有火焰對不對 因為你剛剛只是去 那個小的而已 現在呢 我們可以真的試看 好 比如說這個是火焰 OK 你可以把它丟出來 這樣就是一把火 好 當然你可以縮半一下 不過這要注意一下 它畢竟是點陣圖 你聽到這個是點陣圖 所以你如果縮半的差很多的時候 它就會變馬賽克給你看 有沒有差比較差一點點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 你可以做一點縮半 但是不要差太多 差太多 好 這樣就是一個 那第二個第三個怎麼辦 按著它 你可以複製貼上 我不反對 但是這樣 試過再調一次 所以很多時候都偷懶 我都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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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偷按住一個按鍵 叫做ALT ALT ALT 什麼叫ALT ALT 你們ALT 這個是怎麼唸 你怎麼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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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不一樣 ALT 是這樣的嗎 它的英文字是這個 ALT 改變的意思 其實你看我們 鍵盤上主要有三個按鍵 Ctrl Auto 跟Shift 請問 你單按這三個按鍵 會不會有任何作用 不會 對不對 因為它們是要跟其他按鍵做組合的 你們還解釋嗎 所以 Ctrl 是控制 這個比較沒問題 這個知道就會 Shift 英文也叫轉換 Auto 叫改變 他們的功能都說 就是我去按了這按鍵之後 我就搞定某個功能 這樣子 你有了解嗎 不要再按 Auto 你怎麼敢看 好 所以你看 當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按做Auto 有沒有多個加 那如果你要水平的移動的話 按做什麼 Shift 所以我Auto按的時候 我就多按Shift 我就是只有水平移動 會有45度上下移動 這樣你了解了 這樣你了解了 那記得放開的時候 先放開滑鼠 再放開按鍵 Auto按著 拖曳 剛剛你會了嗎 會了 看你要幾個隨便你 但是你做好之後 你如果想要對齊一下怎麼辦 對齊一下有沒有關注可以對齊 當然有 你可以把關注裡面有一個叫對齊 叫出來 好 你看一下這個對齊 如果你這個沒有按的話 那麼它就是以左邊跟右邊 當作是你的邊界 這個舞台這裡 所以你看我要對齊 這個一樣高 我們當一樣高一樣高 這個是什麼 分散就是一樣寬 有沒有 對不對 那今天這個按要去會怎麼樣 會是以舞台的最左邊跟最右邊 當作是我的邊界 所以如果這樣按這個 有沒有不一樣 清楚了齊 所以 稍微了解一下說那個改變 那以我這邊來講 其實我只要讓它中間都一樣 距離一樣就好了 好 所以這個面板是這樣用 那麼如果你看 我一個影盤請問會不會動 我一個影盤會動嗎 為什麼不會動 我一個影盤會動嗎 為什麼不會動 最後它是影片片段 對不對 其實就要一個影盤 影片片段本身就是動畫 所以它還是自己 因為它不受主球時間角的影響 所以它不動動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其實你們做到後面 對著你們去看邊的作品 你會很清楚發現 這個事情 做得好的人 它主堂錦上的影格不會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把它分開來 那以後呢 就好像我們現在要看區目一樣 哪個圓件有問題 我去那個圓件修改就好了 打完之後我外面就是這樣變了 因為如果你的影格 假設你拉了200格 請問這裡是要看很遠 然後圖層 拿個二三十層 你有那麼大的畫面 可以給你畫面條件嗎 還蠻很巧 而且有沒有 動一把要圈 圈動全身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盡量把它變成影片片段 它的相對是像這樣放 但是我們剛剛這樣做 有一個缺點 就是 沒辦法看角都一樣了 所以看角有點假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改變它 好不好 你先試看看 把它覆佈出來 遇平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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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